现代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 时常兼顾许多的身份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人 可说是君子不弃 通文达义 用专业养活自己和家人 同时也利用他的兴趣 带领着来习武的人修身养性 现在就带大家一起来认识 这一个跨界青年阿凯 最早接触武术 是因为在学校其实是被欺负 我常常都会开玩笑说 因为我以前被人家练拳头 所以我后来开始学习练拳头 是为了把握自己去学习武术 那么在学习的过程中 其实就会经历到经历一些过程的转变 例如说可能刚练的时候觉得我已经会了 所以可能会很想要用它 但是在深入一阵子后会发现到说 其实人是脆弱的 那么你就会变得不太敢去使用你想要学的东西 那在经过一段时间教练的调整跟方面之后 你就会发现到说 其实我可以避开哪些位置 那我一样可以妥算去使用 我所学的武术的一个技术动作 就变得比较敢用 这大概是我喜欢武术的原因 热爱武术的阿凯还有一项专业技能 把武术练就沉着的心应用在这职人的态度上 细心雕琢着每个客户交给他的任务 其实单车其实它并不是我的兴趣 它应该算是我的一份工作 那么我们业界都知道我是一个 还算蛮奇怪的一个人 就是说我并不是因为先拥有 学会修单车技术后 我才去做这个行业 而是我开始进入这个产业之后 才开始去学习修车技术 那么一样又为了生活 那么其实在经营的过程中 目前大概是进入第十年 那在经营的第一年我就发现到说 其实我不喜欢在买卖这个部分去琢磨 因为我就要跟客户对应的套路太多了 可能跟我个性有关了 我比较喜欢自来自往的人 所以我不喜欢那么复杂的一个环境 日短心长 日不暇己 兼顾两个身份 如何有效分配时间 想必也会变成大灾问 时间的切割 时间的切割 因为你变成要跑两个位置 那最头痛就是时间的切割 因为以前单车电机 例如说我单车这个行业的情况下 我可以例如说我下午一点营业 到晚上九点close 就是休息 我工作时间是这样子 所以我的工作的一个整个程序上 是不会变间断的 那现在开始做了一个武术场馆 我要做武术教育工作之后 变成我不可能把我的心力还是一样都放在单车这个行业 我不可能把场馆完全交给我们另外的教练去做打理 所以我必须要把它切割开来 我喜欢教学的感觉 我真的非常喜欢教别人的东西 分享的概念 但是目前我对这两个工作来做的话 我觉得是我可以再从中找到快乐的啦 对我觉得我在教孩子的过程中 我觉得我可以孩子给我的回馈 我会觉得是快乐的 那么我在跟我在维修车友的车子 帮他们解决问题之后 他会告诉我说 阿凯我觉得我去找别人都修不好 我来找你修 反而可以处理好问题 那他们给我这个回馈 我也是觉得是快乐的 对是的 单车技师与武术教练 两个看似非常跳动的职业 阿凯却能从中获得 两份不同成就的快乐 同时也让他的专业 教会客人与学生认真虚心的态度 这就是职人值得我们欣赏的精神